這次去有沒有嘗試一些 是紀錄片我們所沒看到 檯面下你嘗試的一些 食物 他們當地其實食物還滿好吃的 真的 所以本來帶了很多泡麵去 真的嗎 都沒吃到 帶了20包泡麵 現在後來想說 我應該早知道 我現在在拉肚子的話 應該吃了些泡麵 可是當地的食物 沒有啦 我就是覺得應該 應該嘗試一下 OK 還真的不錯 真的 他們滿多的口味 我覺得跟台灣的口味滿像的 真的嗎 我們這幾個人吃 我們都覺得滿好吃的 哪一樣食物是讓你覺得最棒的 還沒有到棒 可接受的 其實我覺得乙公帶正那一天 跟工人一起吃 他們是拿一大盆 塑膠盆就放在地上 剛一片有掃到一點點 對 然後就可能五六個工人 就是這一個畫面 就蹲在地上 就用手這樣 這樣子 那天是 Bulgar Bulgar是一種麥 加上 一些豆子 還有一些辣的調味料 還有一些辣的調味料 反正就是簡單 它是把它揉成 揉在一起的這樣子 一起嚐 對 一起吃 對 是麥在下面 然後豆子 就掃在下面 那個味道讓你意外的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可能因為看到大家這麼飢餓 但是吃起來就覺得特別像 那個時候會不會想一下 還是其實沒有 我看到天王 你就是直接 坦白講一開始有點 覺得說 要再三思考 大家沒有洗手 對 OK 可是我想說大家都這樣子 就 還有一句話就是 不乾不淨 吃的沒病 我想要挑戰一下這句話 OK 結果 還是有病 還是拉肚子的 對 不過沒關係 反正小事嘛 拉肚子小事 我們看到你 真的是親民的那一面 是跟大家一起吃 跟大家一起喝 然後跟他們做近距離的接觸 又帶回這麼珍貴的紀錄片 傳播愛 接下來要挑戰的是 G2310嗎 對 你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對 總之沒問題 只要提到做工藝的話 王力宏就說 我來 第一個就是舉手報名的 我希望 我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我 傳播愛 做這個工具 我覺得很有 很有收穫 而且是 其實跟做音樂的精神是一樣的 常常 你的一點點付出 或是一點點關心別人 它有你想像不到 你預期不到的一個效應 那我覺得做工藝也是 而且最開心就是工藝所有人都可以一起做 在四十三共和國有好幾千個小孩子 都有台灣的資助人 是 對 我非常驕傲的一刻就是 走到他們 ADP 就是他們計畫區的辦公室的時候 就走到一間房間 全部都是 每一個小朋友的火箱 就看到一整個牆壁 都是台灣的蜘蛛頭 那麼偏僻的地方 我做了兩天多的交通工具 才到了兩個地方 可是那邊還有台灣的蜘蛛頭 我覺得這個是滿不可思議 滿值得驕傲的 真的是非常榮幸的一件事情 傳播愛 這麼辛苦 然後這一次帶回來這麼多 真實而且又不生命故事的這個豐富的故事 也希望資助人也可以看到他們的蜘蛛頭 他們有他們的一些畫面 可以讓他們知道他們支持的這些金額是 真的有在用 都在付出的 都在默默做關懷 謝謝利弘來 分享這麼多 帶回這麼棒的這個真實 而且當地的真實故事 謝謝利弘 謝謝 明天繼續鎖定區交三百個十度 明天見 拜拜 我今天說一定要獻華給你 怎麼好意思呢 因為你這樣心中的偶像 對 祝福未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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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晚間新聞